近期内地房地产爆发债务危机,正正为全球楼市亮红灯,当这些年作为全球楼市最大买家的中国资金都在忙于在本土迫火,对海外资产的投资需求减弱之余,甚或加大于海外受产套现的压力,问题若持续发酵,或成为引发全球楼炮爆破的最后一斤稻草。 今年以来疫情不退,加上通胀升温,部分央行已率先加息以防通胀失控,而美国联储局近次会议亦已清楚交代缩减买债,即收水,时间表,预计加息周期将提早在明年展开,为全球货币政策由松转紧,告别零息环境正式揭开序幕,严重偏离宏观经济基本面的全球资产泡沫盛宴, 恐怕难以维持,美国联储局于9月的货币政策会议决定,维持联邦基金利率介乎0至0.25厘不变。 维耳息声明指出,若美国经济继续复苏,将确定很快落实缩减量化宽松,QE,政策,同时预期明年将会加息。 据该局最新经济预测,2022-2024年的联邦基金利率预测中位数分别为0.3厘,1厘,1.8厘。 二未到该局预测明年启动加息起至2024年。 美国将加息6至7次,可见美国提早于明年将重启加息周期。 以甚囂陈上,高盛表示,如联储局明年终结束买债计划,加息可能最早在明年9月展开积极讨论, 但相信要到2023年才落实加息。 预期2023年和2024年分别加息两次和三次。 英伦银行则可能较快行动。 美银表示,若强制优价计划结束后就业市场仍稳定, 或英伦银行感受到通胀压力,可能最快于12月加息, 计而明年5月再加息,而基本预测是明年2月加息。 事实上,今年以来已有多家央行率先启动加息周期。 其中,南韩成为亚洲首个上调利率的主要经济体。 而巴西央行在9月会议亦加息1厘。 指标利率已由今年初的2厘,上升至最新的6.25厘。 至于俄罗斯央行今年已经加息5次, 总加息幅度高达250个点子。 最新政策利率为6.75厘。 由此可见, 随着联储局加息路线图清晰化, 全球央行应声流量。 去年疫情爆发下全球央行推出超级QE, 激化资产泡沫, 全球楼市炒得火热。 高楼价已是全球主要经济体面对的其中一个棘手问题。 受到疫情严重打击经济。 过去年多全球央行都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。 市场资金泛滥, 在零息情况下, 持有现金营和资产贬值, 故纷纷尋找高回报, 致使大量资金涌入全球楼市。 另方面, 液下建屋进度受了影响住屋供应, 加剧供需失衡, 原材料价格上升, 令建屋成本上涨, 多项因素驱使下, 楼市泡沫全球蔓延, 用家想置业安居以变成遥不可及的梦想。